大家好,我叫李小梅。我在2012年的夏天跟我们表现出家人去中国。 我们坐飞机坐了13多个小时。坐上飞机的时候,我讲讲谁会来接我们。 到了中国以后,我看到我的表面来接我们。 在中国的时候,我看到很多人就是6点左右叫起床去隐藏。 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从来都不那么找起床,所以我不习惯。 中国的隐藏地方和美国的隐藏地方都是一样的很长。 爪音很大。 中国的公共厕所比美国的公共厕所长。 美国的公共厕所很干净,但是中国的厕所很臭。 也没有卫生纸,所以要自带卫生纸。 我觉得很不方便。 中国人对美国人很热情,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在国外可以赚到很多钱。 所以才那么热情。 我觉得美国人比中国人保守,因为他们不会问你很多问题。 不会问你私人问题。 但是中国人什么问题都问你。 比方说他们会问你有没有男女朋友。 曾知识多少。 他们连你一个月赚到多少钱都会问。 在中国的时候我也看到中国的父母会打小朋友。 在美国这是非法的美国制作对小孩的关注和关爱。 在中国我看到很多人去开摩托车。 但是我最难忙的印象是坐摩托车的时候。 因为风吹来又是不用了。 如果有机会我会再去中国。 好。